我需要冬菇 这个尖叫好吃 嗨 大家好 我们是超人妈妈二人组 今天一大早我们打算带着孩子去做巴多慕士 也就是法国塞纳河上的游船 原本打算晚上坐游船 带着孩子们看看法国巴黎的夜景 可是近期实在是太冷了户外 所以今天大家都穿上了厚衣服 打算去河上吹吹风 大家也跟着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河道两边的美景吧 今天我们去做巴多慕士 然后我们现在在塞纳河这边走 大概可能需要走2.6公里 因为那边车不好坐 然后我们就还是走一走吧 这个天气也挺舒服的 感觉巴黎当地人很少坐游船 因为我们问了至少5位巴黎当地人 却没有一个巴黎当地人告诉我们正确的坐地铁的方式 所以一大早我们就徒步走了2.6公里 去巴黎游玩有想坐游船的小伙伴 可以坐地铁一号线 在乡街下就可以了 在横川两条街往塞纳河这边走 就可以看到巴多慕士了 还是比较冷的 这个那个绿西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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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 从游船上下来大家都饿了 我们走进一条小巷子 里面有许多的餐厅 因为下午还要去陆福宫 我们不能在吃的上面耽误太多时间 所以孩子们提议要去吃披萨 这个小街里面有好多可爱的东西 有一些卡片 谢谢 现在我们到了一家法餐厅 吃披萨 是孩子们选择 因为这样比较快 我来个果汁吧 好聊的谢谢 啊 大家都饿了 等了一个小时 啊人太多了 这些钱都要吃 好吃 好吃吗 吃的还不错 我带也来 也都吃的 我要吃披萨 披萨 对 披萨 大姐 对了 中国我们吃火锅 好吧 这家披萨店如果是十分的满分 披萨我可以给她打一个九分 店里的服务和等待市场 我就只能给她打一个两分 原本想要节约时间的 没想到花了更多的时间 之后雷雷妈妈点了一杯咖啡 迟迟也没有到来 吃完饭以后我们现在去卢浮宫 想要来参观卢浮宫的小伙伴们 我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看导图 可以提前挑选出 自己想要看的作品或者是区域 因为像我们这样下午来 想要参观全馆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也不太好 但是她的工具真好坏 是万一费 对 但是 嗯 没有 你 你的百物 李 我想找到蒙娜丽莎了 在里面走了快三个小时 孩子们都有些累了 这时候我们连五分之一都没有参观到 不过也没关系 留点遗憾 咱们下次再来 晚上我们来到酒店附近的一家中餐厅吃饭 这家中餐厅的网屏还不错 所以带着孩子们来尝尝 因为这个上面写着呢 你好 不如 你好 Au revoir 再见 他要拍一张照 好多的选择 还有炸虾 椒盐虾 干杯 这个圆珠好适合我们家 家里面 很好吗 我希望你尝尝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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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是真正的 真正的 是真正的 是的 是真正的 那是真正的 那是真正的 是真正的 但是它也很好 是 但是它更好 好吃嗎? 好吃 我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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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來吧 嗯 嗯 這超好吃 吃饺子还咱们给了一碟醋 这个醋好吃 好的 好 看看往哪放 这个是刚才那个阿姨推荐我们的菜 先尝一下 今来就吃一碟 猫肉脂肪 香脆 不太热了? 不太热了 很好 啊 啊 啊 鸡肉的鸡肉 鸡肉 啊 谢谢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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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它更好 它更好吃 很嫩 很嫩 嗯 嗯 嗯 哦 哈哈 哈哈 你不吃了嗎 我吃了嗎 我吃了嗎 你不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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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對 對 筷子太滑了 你夾出來 很可惜 很可惜 對 很可惜 我喜歡吃了 OK 我喜歡吃這個 你平常吃了一群嗎 對 你不吃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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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你不吃太健康 媽媽喜歡吃 很棒 我 還可以吃了 我可以吃了 還要吃嗎 還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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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可以 它是8洋葡萄,10洋葡萄,一会更多 我也是 幸虽然我们不认识 不,我们不认识我们不认识 我们不认识我们不认识 这里的老板也特别好 刚才跟我们聊了半天 如果大家有住在巴黎北站这边的Gardun d'Or 我们可以来这家餐厅试一下 还是不错的 嗯嗯 很棒 嗯嗯 是咖啡 啊,很棒 本来是不吃甜点的 嗯,很棒 很棒 是咖啡,是咖啡 嗯嗯 嗯,很棒 哇,很棒 哇,阿姨还给你们淘了 再见 再见 这次的巴黎之旅 我们品尝了法餐 也品尝了中餐 而且第一天去的那家甜点店 好像还是网红打卡店 甜点味道虽然不错 但是服务一般 法国服务生弄错了我们的单 没有马上给我们处理 还让我们等了30分钟 第二天的披萨店就不用说了 原本是想节约时间的 结果花了更多时间 还把最后的咖啡也给忘掉了 而两家中餐厅不仅服务态度好 而且上菜非常的快 这让雷雷妈妈是称赞不已 这些当地的华人餐厅 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 虽然没有像国内的新颖菜式 味道也可能不如国内的正宗 但是他们一直默默的做着中华美食的推广 同时让更多的游客也感受到 咱们中国人的热情与友好 我们一起来给他们点个赞吧 我们的巴黎之旅结束了 肥龙来到火车站接我们 一回到家没想到肥龙给我们 准备了一锅炖羊肉 肥龙就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 吃的 这锅肉的味道让我感觉到有些熟悉 原来肥龙用了我的五香粉 还有炖肉料 他说还加入了少许的生抽 我说你要再来点老抽 那就完美了 羊肉炖 炖羊肉 炖羊肉 super bravo 态上去 好吃 到哪里 现在又来了第二碗 看来今天有很多晚餐 大家都很喜欢 好甜 好吃 好吃 谢谢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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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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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好 谢谢 亲爱 多恐怕 大家可以吃 你不能吃 你不能吃 这次的巴黎之旅圆满结束 我们和雷雷还有雷雷妈妈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假期 希望就像肥龙说的 下一次大家能够一起去中国 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哦 不要忘记给我们点个赞 摸摸打